佩洛西扬眼访台 台海局势骤然声门 里根号航母进入南海 预备佩洛西撑腰站台 却不想解放军早有准备 抵近舰炮射程进行监视 据最新的卫星照片显示 美国海军里根号战斗群 在结束新加坡访问 再度进入南海后没多久 就在南海南部海域 被解放军一艘052D驱逐舰 与一艘054A护卫舰抵近监视 根据计算 解放军便对于 里根号航母之间的距离 仅有22.5公里 光从卫星照片上来看 很多人或许会觉得 此次解放军的抵近监视行动 似乎并没有和之前解放军 监视其他美军舰船的行动 有什么不同 在监视距离上 甚至还要更远一些 因为解放军此前 监视穿越台湾海峡的 本福德号驱逐舰的时候 就抵近到了 可牧师本福德号的距离上 而此次监视里根号 却隔了20多公里 不过俗话说得好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在佩洛西扬眼访台 激化台海局势的当下 解放军的05RD和054A 在相隔20多公里的距离上监视 反而能比在诗区内 监视更有效的 威慑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让他们打消给佩洛西 访台仪式撑腰站台的意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军舰在执行诗区内 监视任务时 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武器 实际上只有舰炮 而反舰导弹会因为目标距离 过进而导致无法正常发射 在近距离对峙中 沦为少火棍 然而如果能够将距离 延长到20公里左右的话 反舰导弹就会有 充足的加速距离与支导距离 确保导弹能够有效发现 并命中目标 解放军此前监视 本福德号驱逐舰时 会选择市区内抵禁侦查 是因为本福德号防护水平较差 蹲位较低 就算出现突发情况 负责监视的054A弦令舰 也能使用自身搭载的76毫米舰炮 让本福德号在短时间内 失去作战能力 根本犯不上使用反舰导弹 但里根号作为一艘 10万吨级舰船 只有反舰导弹 才能对其进行有效威慑 因此解放军的052D和054A 才会在20公里外的距离上监视 方便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 可以说此次抵禁监视行动的目的 并非是单纯的监视 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警告 目的就是警告界军 不要试图在佩洛西洋眼访台的敏感实际高小动作 给中国制造麻烦和事端 否则后果自负 事实上 这一警告并非是从解放军监视舰队 相隔20公里摆出阵型的时候才开始的 而是从解放军派出监视舰队出发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此次监视发生的海域 位于南沙群岛附近 与距离最近的海南岛相隔超过1000公里 在没有闪现或者跃迁 等科幻技术的情况下 解放军能在这个距离上 就正好抓到了北上航行的里根号战斗群 说明中国早就做好了 里根号会两度进入南海的准备 并对其进行了全程监视 最终引导编队进行抵禁监视 中国在此次监视行动中 曝光出的对里根号航母航行动态的掌握 本身也是一种直白的警告 毕竟这次中国的情报网络引导的是 两艘水面舰艇接近里根号航母 但谁能保证下一次 中国不会引导导弹接近里根号航母呢 这可比被反舰导弹顶在脑门口还吓人 总的来说 美国应该在此次事件中意识到 中国在台海问题上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的决心绝非空谈 美国若是真想支持佩洛西一条道走到黑 最好先计算一下需要给前线美军支付多少抚恤金 害怕解放军闪电突击 台军焦虑不安 有捅风喝骨 铁索横大疆 据环球网报道 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士兵演习已经拉开帷幕 这几天 作为台军指挥中枢的恒山指挥所下达命令 全台部队全树动起来 目前台军很焦虑 害怕解放军的闪电突击 这次台军的汉光军演的一个重要课题 就是演练如果防御解放军引流气垫船 利用淡水河谷对台北进行高速突击 台军在台北港淡水河谷 巴里克叛及关渡大桥一带实施反突击科目 构筑了嵌号攻势 部署了无人机 标枪反坦克导弹和便携式地空导弹 台军在在淡江大桥巴里端引到攻势下 挖掘了近100米搓踪复杂的战号系统 台当局根据乌克兰战场上的作战经验 将这套战号系统视为呈现台军防卫决心重要的窗口 在沿途路口部署标枪反坦克导弹 截击解放军的装甲车辆 在大楼高点部署独次扇兵便携式防空导弹 台军意图复制巫战争中步兵使用精确武器遏制装甲部队进攻的战力 美国很多政客就依据乌克兰战场上俄军坦克损失巨大 和巫军以步兵抵抗装甲部队的经验 鼓追台军应该建设成像豪猪一样的满身是此 美国前防长埃斯帕就宣称 乌克兰战场的经验表明 台应打造强大的国土防卫队 配备先进炮兵武器 获得更多的标枪与毒辣导弹 广泛装备无人机 才能遏制解放军的进攻 台军还在河道里拉起阻绝链 使用一个个油桶穿在一起漂浮在河面上 台军把装满爆炸物的汽油桶用铁链穿在一起 再用M3型舟桥车大量投放到淡水河上 形成封锁河面的阻绝链 作为淡水河防的多重阻绝手段 试图能够拦截解放军的引流气垫船 此外 淡水河谷还是未来战争中远程巡航导弹打击的重要航路通道 巡航导弹在河谷地形中进行超低空突防的成功率非常高 因此台军高度重视 美军在1991年海湾战争开战前两天 突击使用了37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 直接打垮了伊拉克的防空和指挥系统 这是巡航导弹首次大规模参加战争 1991年1月18日夜 居住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拉西的酒店的外国记者们 在楼顶上架起摄像机向全世界直播美军战斧式导弹的空袭画面 只见数十枚战斧式导弹沿着迪格利斯河的河谷驱着前进 穿透了伊军的防空网 准确的命中巴格达的重要军事设施 伊军的高炮则漫无目的开火 天空中自毁的高炮炮弹 就像是春节时的烟花 靠近台北的淡水河谷也是进行两栖突击登陆的理想场地 这里非常适合使用野牛气垫船进行猝不及防的高速突击登陆 台军非常担心在战事解放军的野牛气垫船或登陆艇沿河长驱直入台北 野牛气垫船的航速高达90公里 从大陆沿海出发 只需不到两个小时就能跨越海峡 很适合在200到400公里半径内 进行狭窄海湾和河流出海河谷的突击登陆 如果再配合大量直升机的空突部队 可以迅速占领敌人防御薄弱的关键节点 进行斩首作战 打掉敌人的指挥 控制和联络中心 瓦解敌军的战斗力 7月28日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习近平重点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习近平强调 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方的政治承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们坚决反对态度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绝不为任何形式的态度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 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十字以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 民意不可为 玩火必自焚 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 美方应该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在当地时间28日的白宫记者会上 在记者问道民意不可为 玩火必自焚这句话的含义时 白宫发言人却闪烁其词 我不打算分析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经常使用的各种隐喻 对于白宫发言人的回应 吴永平直言 中国老百姓对国家统一的态度和情感局势皆知 这怎么会是隐喻呢 这是中国人民真实的民意 我觉得这位美国官员在撞雾兔 比重就轻 值得注意的是 美方内部对佩洛西计划访台的争论也一直存在 根据美国政治网站22日的报道 拜登政府与中议院议长佩洛西围绕他 约访台计划发生的争端区域公开化 尽管拜登坚称 是军方认为目前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在杨明杰看来 拜登所说的美国军方的评估 或许包含有对亚太地区格局被重新塑造的问题 一旦态势重新塑造 这将对美国军方所提出的所谓一体化威慑 有效恶阻等产生影响 这将是更为全局性的博弈 佩洛西访台诚信与否 不会对美国的对台政策产生实际影响 吴永平说 最根本的一点是中国的实力已经飞昔比 不是美国可以轻易改变台海现状的时候了 改变台海现状的后果他也承受不了 执意妄为 必受其害 朱卫东认为 佩洛西出于个人偏执的反华理念 以及政治上的私利 在挑动台湾问题上起心动念 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号 那么如果最终导致台独分裂活动的升级失控 最终将还是由美国买单 损害美国国家利益 朱卫东表示 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真正发挥有效的管控台海风险的能力 悬崖勒马 停止挑衅中国的行径 历史经验显示 中美关系几十年来 只要两国关系发展良好的时期 都是处理台湾问题比较好的时候 如果美国在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上挑战底线 不仅中美关系动荡不安 对整个亚太乃至复苏缓慢的世界经济都将带来消极影响 不仅中美关系 清单 稳定